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放。 公司年会前夕,我发现自己领的年终奖少了三十万。 去问财务,他告诉我年终奖是按年度绩效发放的, 我的绩效考核比同个团队的合径少,自然奖金就比它少。 可是我才是团队里技术骨干,无论功劳和成果, 我都应该是佼佼者,年终奖也理应是我的最多。 财务耸耸奸,只是压低声音对我道, 然姐,可能你不知道,合径和为总监是一对, 他当时报给我就是这样的情况,咱私下议论一下就行了。 说着,财务给我打开年度的绩效报表, 上面显示我们团队里,合径是总设计师。 我两眼一黑,准备回办公室找他理论一番, 可没想到刚路过茶水间,就看到了令人羞耻的一幕。 暧昧腻外的闷哼声,传入我耳畔,我忍不住轻壳一声。 合径和为志豪,闻声赶紧松开对方, 看见身后是我,原本慌乱的合径瞬间轻松下来, 边整理松垮的衬衫,边朝我走来。 我说是谁呢? 你个已婚有娃的不会不知道, 打扰别人调情是最贱的行为吗? 还是说你就喜欢看这种刺激的? 家里老公肯定不怎么行吧? 不好好工作来偷窥别人隐私, 林燃你是越来越不知廉耻了。 为志豪在身后附和道, 就是就是,林燃你工作做完了吗? 信不信我扣你工资啊? 这两个人一唱一和, 倒是嚣张得有模有样。 我沉吟不渝,指了指头顶的监控,并复言。 我怎么听你的每句话, 都感觉你在骂你自己啊? 还有,这里是公共场所, 不知廉耻的另有其人吧? 正说着,我的电话响了, 来电的是傅月, 公司的大老板, 本想挂断电话, 没想到被眼尖的为志豪撇见。 老板找你呢, 估计是聊裁员的事。 你这样已婚有娃的, 确实比不上年轻人, 没准讨好我和静静, 我还能替你在老板面前说句好话。 就是为哥可是副总的表哥。 傅月有这样一个表哥我怎么不知道? 瞪了他们一眼, 我正准备接起电话, 没想到那头先挂了。 随后收到傅月的私信, 老婆我想你了, 上来亲亲我好不好。 你的绩效, 我算到静静那里, 也是为你好。 你这样的身份注定出不了头, 不如给静静, 他可比你有前途多了。 韦志豪还在喋喋不休地说, 何静在一旁气焰嚣张。 我抬眸扫了一眼面前的男女, 他能有什么前途? 简历上说考过计算机二级, 结果基本的XA表格数据统计都不会。 说是国外著名艺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 结果连基础的建模软件都不认识。 每次团队加班赶项目, 他都是装病喊泪第一名。 项目落地的庆功宴, 他也是谄媚上司的一把好手。 他的前途在于勾引男人, 偷别人的绩效, 还非常嚣张跋扈。 我忍不住冷笑出了声来。 明天公司年会, 你可别说要带娃没空参加哦, 家里老公不会连孩子都不帮你带吧, 哈哈哈哈。 他都是裁员的重点标记人员了, 来不来有什么关系吗? 也是哦, 还是维哥聪明。 说完, 他轻易地揽着维志豪的手臂 从我旁边走过, 还故意用肩膀重重地推开我。 我伸手牵住他的手臂, 使力把他往后一拉。 何静踩着恨天高, 亮呛地跌靠在茶水柜上。 好啊, 钱给你, 部门年度总结和接下来的项目规划 也都请你按时保量地完成。 这些都是总设计师的工作。 他根本不会做这些, 把目光投向我身后的围志好。 你别看他, 他就是老板亲儿子, 也帮不了你。 何静也就是狐假虎威, 一旦掐住软肋, 他比谁都先败下阵来。 赴岳的消息适时发来, 上来亲老公一口, 可以获得老公奖励亲两口哦。 有病。 一想到他瞒着我把亲戚招进公司来, 为非作歹, 我瞬间没兴致 和他开玩笑了。 我没有上去, 傅岳就下来找我了。 他拿着一达文件走到我们部门, 刚到门口, 就被同部门的合静带的实习生陈小琪拦住。 傅总好, 是有什么工作吩咐吗? 他伸手想去接傅岳手里的文件, 却被傅岳一开, 尴尬地扑了个空。 我找你们部门的林冉。 冉姐忙, 有什么工作可以交给我? 我叫陈小琪, 是公司新来的。 声音越说越细小, 他不敢再看傅岳, 娇羞地红着脸低下了头。 我靠在椅背上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这实习生还真是眼里有活, 啥都抢着干, 只要他做。 没等实习生再说什么, 傅岳根本不多看他一眼, 跨着大步朝我这边走来了。 这些方案里的设计稿, 全部重做, 不可让人代劳。 是有什么问题吗? 之前不是敲定了的, 我一个机灵, 就要从椅子上弹起来。 已经年末了, 还给我排工作量这么大的工作, 我恨不得一铁敲爆了他的头。 当然有问题了, 傅岳帝给我一个意味不明的眼神, 转身离开。 等他走后, 我忙完手里的工作, 才去打开他给我的文件夹。 里面没有设计图纸, 也没有密密麻麻的文字。 只有傅岳苍静俊义的字体写着, 老婆, 这段时间工作和照顾宝宝辛苦了。 忙完这段时间, 回去我再好好奖励你哦。 你的工作就是花完卡里的钱, 贴在字条下的是一张黑金卡。 我看着文件夹里的内容, 忍不住抿着嘴幸福地笑了。 刚刚何静和为志豪小人得志的阴霾一扫而空。 只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在食堂吃饭时, 依稀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我, 听说了吗? 设计部的林燃喜欢副总, 今天副总让他改设计稿, 他还傻呵呵地笑。 副总都不让其他人做, 就让他做, 肯定就是针对他了呗, 他还一个劲网上贴呢。 我经常看见他上顶层办公室, 指不定就是上去勾引副总的呢? 已经结婚了还这么不要脸? 我听着无语至极, 又不想在放假前的接骨眼上再惹事, 于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惹到我, 他们算是惹到了, 可是何静却没打算放过我。 第二天, 我刚到公司, 就被何静拦下。 迟到三分钟, 怎么回事呀, 冉冉姐, 是在家带孩子太辛苦了起不来吗? 要真这样的话, 不如回家做全职妈妈好了。 还是说整宿整宿想着, 怎么勾引副总, 起不来呀。 他声音尖锐刺耳, 周围路过的同事纷纷看过来。 今天早上在地下车库碰到傅月, 他非要拉着我到他车里腻歪一阵, 一不小心过了头, 我骂了他一顿, 他才恋恋不舍放我下车。 我把包往身上一胯, 抱着手臂好整以暇地看着他。 今天赶迟到三分钟, 明天就赶不来, 后天就直接罢工。 冉姐, 你知道的, 公司不养闲人。 我忍俊不禁, 你还知道公司不养闲人呢? 我一直搞不懂, 何静为什么要针对我, 以前还是按戳戳地在背后议论我, 现在他攀上总监之后, 愈发地嚣张。 已经嚣张地有些过头了, 公司是弹性制度, 我迟不迟到都轮不到你指点。 我没记错的话, 你每天早退远程, 把工作推给别人这件事, 大家已经内涵过你很多次了。 怎么回事? 大早上的在门口聊起来了, 傅月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有些诧异地回头。 他办公室在顶层, 按理说没什么事都不会来这里, 我也再三叮嘱他不要总网设计不跑, 影响我工作。 傅总早上好, 何静夹着黏腻的嗓音, 开口对傅月说, 眼睛已经要粘在傅月身上了。 是林染, 他迟到了, 我在教训他呢。 而且他心思不正, 对你图谋不轨, 我在帮你教训他。 我赶忙递给傅月一个别跟弱智计较的眼神, 结果他倒是上气了。 则, 这要是按照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 我迟到了十四分钟呢, 你是不是也要教训一下我呀? 没记错的话, 林染是设计部的组长吧。 你是谁? 伦德道你教训他。 昨天安保时反映, 监控显示, 茶水间有人在做些有伤风化的事, 我看里面的人怎么和你长得有点像。 包, 不会就是你吧? 还有, 我的仁伦得到你教训吗? 我震惊地看向傅月, 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从来没跟他提过昨天的事情。 何静被傅月的话吓到两腿发软, 向后退了一步, 落荒而逃, 坐回宫位里。 傅总, 你是这个。 我朝他竖起大拇指, 他一直这么欺负你, 怎么不告诉我? 傅月语气里尽是不满, 幽怨又心疼地看着我。 没事啊, 你跟这种人计较什么? 骂回去就行了。 可是, 别可是了, 你快上去吧。 见我态度强硬, 他只好作罢, 朝我逼近一步, 把他手里紧紧攥着的东西丢进我包里。 傅月恋恋不舍地一步三回头看着我, 边走还边给我发消息。 要不辞了他吧, 看不得你受气。 我不受气, 他走了我哪来笑料看? 你对我图谋不轨。 中午休息时,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 放假去哪玩? 何静来了兴致, 说最近新开的那家玫瑰园餐厅是他追求者开的, 邀请大家去, 报他的名字可以免单。 玫瑰园餐厅? 听到这个名字, 我忍不住抬头去看他, 想看看他撒谎时候的样子。 因为这家餐厅是傅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同事, 静静, 这样不太好吧? 白痴人家的。 同事B, 静静真牛啊。 我没记错的话, 玫瑰园餐厅是傅氏餐饮公司旗下的。 同事C, 难道说是傅总在追你吗? 妈呀! 静静, 我的唯一傅婆人脉。 同事弟, 可我怎么记得傅总好像已婚? 大家你一言他一句, 把何静的虚荣心捧上天了, 他开始得意忘形。 等周末了, 我请大家一起去吃吧。 说完他见我仍旧无动于衷, 好似有些不满。 然姐可以带你孩子来啊, 餐厅的服务很好的, 不用担心带孩子来不了。 不用了, 祝你们玩得开心。 周末要回傅月爸妈家吃饭, 不然我还真的想去看看她做什么腰。 哎呀, 然姐也真是的, 也是, 带着孩子确实不方便。 你要什么时候想去了, 跟我说一声, 给你打个优惠哦。 晚上回到家, 女儿正在沙发上读绘本, 见我回来, 她鞋子都来不及穿, 就过来搂着我。 妈妈, 晚上好, 宝儿今天学会了一首歌, 我唱给妈妈听啊。 好呀。 女儿靠在我怀里给我唱歌, 唱完问我, 明天能不能和爸爸一起带她出去玩。 明天去游乐园, 宝儿想玩木马。 我的铜桌上次送给我的风筝, 我也想带出去玩。 可是, 可是明天公司年会, 我和傅月都没空。 而且, 女儿的风筝已经被我扔掉了。 宝儿, 爸爸妈妈会带你去游乐园, 不过是后天可以吗? 可是明天, 也想出去玩挖, 我好想念爸爸。 因为临近年末, 傅月一直在出差, 已经半个多月没着家了, 今晚又要去临时开会, 也没回来。 女儿想念她也是很正常的事。 我思考了一下, 答应女儿带她去公司年会。 第二天晚上, 我带着女儿到达年会现场。 怕女儿看到傅月乱叫, 我特意选了个离她最远的位置落座。 女儿很乖, 只是自顾自地在玩积木。 没想到, 何静突然端着酒杯来到我身旁, 看了眼我身旁的宝儿, 又瞥了一眼我, 开枪带刺道, 女儿都这么大了。 凌然你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好不容易哦。 哎呀, 这个小包是香奈儿吗? 很贵的, 凌然你不会给孩子买高仿吧? 这样可不好哦, 背不起可以不背的, 普通的包包就很好啊, 被人认出是假的, 多尴尬呀。 她声音不小, 周围同事都纷纷投来打亮探究的目光。 饱胆子小, 往我身旁缩了缩。 我瞪了何静一眼, 并回道, 孩子还在这里, 我不想跟你闹得这么难看, 你识项点就闭嘴走开。 妈妈, 饱想吃糖。 我撕开一个棒棒糖的包装袋, 递给女儿。 她坐在椅子上, 摇晃着悬空的小腿, 自顾自地享受手里的甜蜜。 时不时跟我分享她看到的新鲜玩意儿。 妈妈, 这个阿姨是不是喜欢喝绿茶呀? 她身上好浓的绿茶味哦。 是的, 这个阿姨还特别喜欢吃榴莲。 难怪嘴这么臭啊。 略略略。 何静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我们, 赶紧去找韦志豪撒娇, 眼神却还是时不时停留在我这边。 活动环节我抽到了二等奖, 上去领奖时, 我让女儿乖乖坐在这里, 不要乱跑。 结果下台来时, 女儿却不见了。 我急忙四处寻找, 一转头看到她跑到傅月怀里了。 女儿举着糖果伸到傅月嘴边, 笑意盈盈地跟她撒娇。 傅月也很吃这一套, 捏着女儿的脸蛋, 看口型是在对女儿说, 谢谢宝。 她接过棒棒糖塞嘴里, 把女儿抱坐在腿上, 伸手帮她把头上的草莓发卡给别好。 那个发卡是傅月买给女儿的, 看到女儿头上别着这个发卡, 她的笑意又失了几分。 我站在远处看着这个温馨的妇女互动场景, 打算过一会再去找女儿。 没想到何静又走过来多言, 自己勾引老板不成功, 让自己女儿去, 你家老公知道你这么不要脸吗? 何静你是不是有病? 小女孩的黄瑶你也敢造, 你真是使可浪打哈欠, 一张臭嘴。 我忍无可忍, 把高脚背往桌上一摔。 哦, 我忘记了, 你是单亲妈妈吧? 从你结婚到怀孕, 可都从来没见过你老公呢? 是不是拿不出手啊? 不理会我的反击, 她的嘲讽继续生生刺耳尖锐, 吸引了周围一些同事的目光, 大家都停下来悄悄看戏。 何静好像很站立, 看向我的目光又轻蔑了几分。 好像不多嘴多舌一句, 我已婚有娃这件事, 她的人生都要不完整了。 可是倚靠着凭空捏造的流言, 去贬低, 我来获取优越感, 她的人生又能有多完整呢? 见我不说话, 她眼尖地捕捉到 傅月一直在看着女儿头上的发卡, 又补充了一句, 给女儿别这么丑的发卡, 你的审美还真是戴泥的萝卜, 有点吐气呢。 你没看见傅总那个嫌弃的眼神吗? 还不识项点去带你女儿走, 真想让她当你孩子的爸爸。 可是那个发卡四千九百九十九元, 光是价格就土不了。 可是傅月还真是孩子的爸爸。 提到傅月, 周围同事的目光都投向前排傅月 和我女儿的方向。 何静, 我看你是真的有点喝完烧酒挨嘴巴子, 里外发骚烧。 不想跟她过多掰扯, 怕更多的流言蜚语伤害到女儿, 我赶紧去傅月那边准备把女儿带走。 傅月看到我过来, 一脸惊喜地准备想牵我的手。 我反应很快, 碰上的时候一把甩开并伸手抱走女儿。 老婆, 她低声沉吟, 闭嘴。 我从尺缝中挤出两个字, 并在嘴唇上做了一个拉拉链的洞嘴, 低头看到女儿头上的发卡, 我顺手又给摘下来。 我往外走, 傅月追过来, 人群中的闲言碎语也恰好落入她耳畔。 天, 那个就是林染的女儿啊, 和傅总这么亲密, 难不成傅总真接盘了? 怎么会? 傅总不是在追何静吗? 估计是林染女儿让何静吃醋了, 林染也真是的。 对哦, 傅总还送给何静一个餐厅呢, 他们应该在一起挺久的了。 我听说何静成立部的总设计师了, 你说这背后没点关系我不信。 而且林染好歹是个设计师吧, 给女儿戴这么丑的发卡。 傅月脚步一正, 回头在人群中张望, 最后锁定何静。 当着所有同事的面, 她的声音带着响亮的怒意。 我不打女人, 不代表你可以为非作歹, 到处散播谣言, 诋毁林染。 再让我知道, 你给我有多圆滚多圆。 玫瑰园餐厅和你没有半毛钱, 关系, 而且你永远不可以进去。 何静, 我不出手, 不代表我不知道你在背后搞了什么小动作。 后面她还说了些话我没听清, 我匆匆带着女儿离开了。 刚坐上车, 傅月就给我打来电话, 声音全然没了刚才的气势。 老婆, 我喝酒了, 开不了车呀。 那正好。 我没喝, 我让王叔去给你开车, 我自己开车, 带宝回家。 不是,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回家吗? 不能。 最后是傅月自己叫了代价回家。 回到家, 她抱走我身旁的女儿, 交给阿姨。 静谧的夜晚, 她像投饿了许久的野兽, 朝我扑过来。 潮湿的稳精准落在我最敏感的地方, 情愫弥漫在窗户投进来的丝丝晚风里, 窗帘吹起, 屋子的陈设都转了个朝下。 折腾到夜色油浓墨土白, 睡觉前, 她再也忍不住哭腔, 眼泪汪汪掉, 为什么在公司受着委屈都不跟我说? 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啊? 我真忍不住。 为什么今天要对我爱搭不理? 我很难过很受伤, 你知道吗? 冉冉。 我推开她环抱着我的手, 人家说你拿不出手。 其实就想开玩笑逗逗她, 因为她哭的样子真的惹人恋爱。 我拿不出手, 是我还不够好吗? 老婆, 你还爱我吗? 在外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副总, 私底下还会哭得这么大声啊。 所以, 你爱我吗? 爱爱爱, 快睡觉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明天我们一起去, 不可以。 所以, 你真的还爱我吗? 你怪烦人的嘞。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 床边已经空了, 傅月已经走了。 我打开手机一看, 已经九点四十了。 傅月给我发信息留言, 今天你不用来上班, 好好休息一下吧。 她既然都这么要求了, 我也不好灭了她的一片好意。 准备中午带女儿去超市采购周末去傅月爸妈家吃饭要带的礼物。 结果没一会就收到傅月助理发来的一段视频。 并发了一大段文字, 老板让我别告诉您, 可是我觉得她这样太帅了, 老板娘, 您就给她个名分吧。 本来她想把那个发卡别头上的, 我怕八卦群拿她这个样子做表情包, 她才放下来的。 点看视频, 一眼便看到傅月西装领子上别着一个格格不入的发卡, 坐在会议室最前面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里面坐着各个部门的主管, 随后她站起身走到何静面前。 这是我给我女儿买的, 好看吗? 何静明显被突如其来的贴脸开大整蒙了, 加上昨天傅月对她一顿数落, 她像捏了八鸡的茄子, 结结巴巴回道, 好, 好看, 老板, 您眼光特别好。 傅月又问她, 那我很拿不出手。 何静吓得往后缩, 会议室其他人也低着头, 又忍不住抬眼偷看着吃卦。 我赶紧去看八卦群, 里面已经炸开了。 家人们谁懂, 傅总这个调样子也太帅了, 何静都快哭出来了。 我看到她一回来, 在那哭哭啼啼写词直信, 何静是惹到谁了? 让老板这样动怒, 有没有知情人士透露一下? 肯定是惹到老板的人呗。 她活该哈哈哈哈。 我感觉是惹到林染姐了, 老板和林染关系不简单啊。 我也觉得, 昨晚我在上面主持看到副总抱着的小女孩, 我一开始就以为是不是副总女儿, 长得简直太像了。 何静还在副总面前那样说, 林染姐, 她真的有。 这样都不辞职, 她这真的是千层底座的腮帮啊, 脸皮推厚吧。 楼上的老板让以后不要在公司对同事进行无理由攻击, 和平相处哦。 老板, 不可以攻击, 但可以直接让她颜面进食。 看得正起劲, 傅月的助理又给我发来消息。 老板还翻看了你们设计部的年度工作报告, 发现绩效分发不对, 现在正在彻查。 她好像还有点生气, 您不跟她说这件事。 何静昧掉我年终讲这件事, 我并不是不想追究, 而是想等过段时间傅月清闲一些, 再和她提。 部门的同事早就在私下替我抱了很多次不平, 我也在同事的闲聊中得知为治好已婚, 并且老婆有孕在身。 而何静是知三当三。 最近我已经联系到为治豪的老婆, 和她一起收集证据。 何静, 你值得更惨的下场。 带着女儿逛完超市出来, 在地下车库启动车时, 发现底盘下它, 直觉告诉我是轮胎被放弃了, 而且放弃程度不小。 正准备下车查看, 我撇见前方柱子后面的声控灯停闪, 水泥地上还有一道模糊的人影。 我赶紧上条车窗, 紧锁车门, 打电话叫司机过来, 并且举着手机对准前面的柱子。 等了大概十多分钟, 柱子后面的人终于耐不住了, 探出半个身子来查看情况。 我迅速捕捉到那人的样子, 真巧, 昨天四家侦探发来的资料里就有这个人。 何静嘴里的追求者, 玫瑰园餐厅所谓的老板, 其实就是个店长。 没记错的话, 叫崔杭。 何静果然开始有动作了。 崔杭走过来敲我的窗子, 我没开, 他手里居然还有锤子。 他是疯了吗? 这可是宾利。 一锤子下去, 他能赔得裤衩都不剩。 隔着车窗, 我看见他面目可憎的样子, 边报警边赶紧伸手去捂住女儿的眼睛。 好在, 他没有砸开, 司机和超市安保就已经赶到。 在警察局, 我告知他车辆的维修不走保险, 他要全额赔偿时, 他彻底破防了。 林染, 你个贱人, 如果不是你, 静静现在会很幸福。 你配吗? 能开这么好的车? 啊, 呸, 还不是因为嫁了个有钱的老头, 你连给静静提鞋都不配? 你凭什么呀你? 自私自利, 以前你就不爱让他, 现在他工作了, 你凭什么还压他一头? 要不是静静当年照顾你, 你能有今天? 当初在福利院, 本来要被接走的是静静, 是你抢走了他的人生。 福利院这个词像是一个机关, 触发出我尘封许久的记忆。 原来是你呀, 马嘉行, 这么多年了, 还是喜欢做他的舔狗。 林染, 静静答应我了, 只要干掉你, 他就嫁给我。 你死定了, 哈哈哈哈。 民警听见他的危险发言, 赶紧过来警告他在胡言乱语, 就送他去精神病院, 并把他拖进审讯室 去进行和谐社会教育。 做完所有笔录回去时, 傅月赶过来了。 他跑过来抱着我, 问我有没有事, 有没有受伤。 我靠在他怀里, 一个劲地摇头, 忍了很久的眼泪, 却还是流出来了。 我和傅月把今天遇到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下, 他却打断我。 冉冉, 这些我都知道了, 我是想知道你和何静 是不是有什么丝绸。 边说着, 他打开手机, 调出一段监控给我看。 视频里, 何静借着交词直信的缘由 进了傅月办公室, 趁着他不在, 往他搭在凳子上的西装外套里 塞口红和小卡片, 临走前还往他西装上蹭了蹭。 他不笨, 就今天早上傅月那样 对他贴脸开大, 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但他肯定知道了我和傅月的关系。 可是他也挺蠢的, 居然意图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制造出傅月出轨的模样。 外套已经丢掉, 办公室也消毒了。 我被他逗笑了, 随后把我跟何静的那点夙愿 给他减述了一下。 何静原本不叫这个名字, 他的本名叫林静。 我, 林静和马嘉行, 我们三个都在福利院 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福利院来了一对 穿着行为都很富贵的夫妻, 他们要带走一个孩子。 听说原本定的是林静, 最后跟那对夫妻走的人 却是我。 我永远都忘不了 在福利院门口, 林静看我的眼神。 是憎恨, 是不甘, 是嫉妒。 那时候我们都才八九岁, 可是他大概不知道, 我根本不是被领养的, 我只是回到自己的家。 五岁那年, 我被人贩子拐卖, 那个年代想不留痕迹地 拐走一个孩子, 太容易了。 在公园, 在超市, 在街上, 甚至是在家里。 我只不过是在公园里, 去追了一下飞远的风筝, 就被人抱走了。 所以, 人贩子的面包车里, 装着很多小孩。 计划生育的年代, 男孩尤其值钱, 因为车里装不下了, 人贩子把是女孩的我, 扔到路边。 我哭着在路上走了很多天, 意外被路过的富人发现, 把我带去警察局报案, 又送去福利院。 在那里, 我认识了林静和马嘉行, 他们并不喜欢跟我玩, 总是背着院长欺负我, 被发现了他们就会被院长罚战。 可是嚣张如他们, 只会对我变本加厉。 福利院后院有一口深井, 他好几次想把瘾过去。 林静讨厌我, 说凭什么我可以留这么长的头发, 他却没有。 我爸妈把我带走那天, 在车里, 透过后视镜, 我看见他哭了。 这段记忆并不美好, 爸妈都默契地没再提起, 我也就努力去遗忘。 这么多年, 我和谁都没有提起过。 因为面包车真的很黑, 林静的指甲真的很尖锐, 马家行居高临下的样子更是可怖。 他们后来大概也是被领养走了, 改了名字, 上了不错的大学。 他在公司认出我来, 我却没认出他。 和他做同事的这些年, 除了言语上的诋毁侮辱, 私下他还剽窃我的创意去参加比赛, 将我辛辛苦苦弄出来的作品占为私有, 多次暗度陈仓, 偷掉本属于我的奖金。 我看他这个水平也能混进公司, 以为是什么关系糊。 想着傅月这家公司刚起步, 不想给他添麻烦, 我便一一忍下了。 但这几个月, 我发现他在勾引我爸。 我妈前几年就去世了, 我和傅月结婚后, 很少回家, 难得回去一次, 却撞见何静来我家。 他穿着超短裙, 腿在我爸身上来回蹭。 那天我没有进去, 转头就开始着手调查他。 可是我不明白, 他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傅月听到这里, 忍不住问。 你看但凡和我搭边的, 哪个能逃得过他的桃花节? 边说我边挑眉, 玩味地看着傅月。 我可没有。 他现在已经被开除了的。 我知道你没有, 毕竟你急着毁掉他的样子, 比我还积极。 我还想看为治好老婆来公司抱垂小三呢, 计划都被傅月今早上那一怒给破坏了。 我已经让人去查了, 那些属于你的都会回来的。 他把我揽到他怀里, 在我耳边低语, 只是以后有什么都要和我说, 好吗? 为治豪的老婆真的抓到何静, 把他打了一顿。 为治豪也因为利益相关被引救辞职。 临静年关, 这件事也算是有了一个了结。 我其实没有想和何静鱼死网破, 至少从没想过把他送进去。 但没两天, 他又跑出来坐腰了。 周末去傅月爸妈家吃饭之前, 我发现女儿不见了。 明明刚刚还在我旁边自言自语的女儿, 我只是接了个电话, 她就消失不见了。 傅月拿着东西从家里出来时, 看见我着急忙慌的模样, 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她边安慰我, 边联系物业查监控, 同时快速打电话报警, 比警察找上门更快的。 是崔航的威胁电话。 林染, 你不是牛吗? 来找你的女儿啊。 她跟你长得可真像啊。 电话那头依稀可以听见女儿的哭声。 傅月怕我失控, 赶紧抢过我手里的电话回她。 崔航, 我们可以和你谈条件, 但你别伤害我女儿。 谈什么条件啊? 林染这个贱女人, 毁了静静, 我把她女儿毁了, 扯平了不是。 你这样子做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有话好商量。 我听见傅月的声音, 也有些颤抖。 我们都知道崔航是什么人, 他这样无牵无挂, 又一心给何静卖命, 抱不起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好处? 好处就是林染会生不如死啊。 电话那头传来崔航发疯般的嘶吼, 他把电话伸到我女儿面前, 我能很清晰地听到电话那头 因为恐惧在抽烟的声音。 妈妈,爸爸,我害怕, 这里好黑, 这个叔叔长得好丑。 你吞磨什么眼神? 臭小孩, 叔叔你这样子是娶不到老婆的? 你闭嘴, 啪,啪, 清脆的巴掌声 从手机扬声器传来, 我愣住了。 五岁半那年, 在面包车里 被来回长乖的昏痛感 再一次加倍地落在二十三年后。 我的脸上, 也再次毫不留情地撕开我, 眼睁睁看着爸妈四处寻找我, 而我却叫不出来的无力感, 那段孤独又恐惧的伤疤。 这些年我不敢让女儿玩风筝, 我怕她也去追风筝, 然后消失在风里。 人贩子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的心理阴影也终将伴随我一生。 人脑总是会刻意模糊掉痛苦, 那是因为有些痛苦, 再经历一次是真的会剥皮抽筋, 要了命的。 警察感到, 傅月把我带回家里, 低声安慰, 稳住我就要失控的情绪。 傅月爸妈文讯也赶来了。 见着我, 傅月妈妈刚想指责我 不好好看孩子, 就被傅月赶紧拦下。 我低着头, 想起当初我走丢, 回到家时, 注意到妈妈手腕上 留着很多扎眼的刀痕。 她也很自责吧? 在很多个不眠的夜里, 她做过很多不好的设想, 做了最坏的打算, 做了最蠢, 却是她唯一能做的。 那就是我可能不在了, 而她想要来陪我。 可是她又怕我还在, 怕我回到家时没见着她, 所以她刀子碰到手腕时, 又总是心怀悉悸地 轻了一个肚。 妈妈, 我好想你。 第二天, 女儿回来了。 因为韦志豪去医院探望合径, 被崔杭撞见, 两个人在医院门口打起来, 被路过的外卖小哥报警。 提审时, 崔杭大概也是想通了, 把合径一同也抖了出来。 两个人甚至在法庭会面时 吵了一架。 我和傅月接到女儿后, 赶紧带她去医院做了检查, 又请了心理医生给她做辅导。 庭审期间, 我多次拒绝出具谅解书, 并请了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律师, 我是要让这两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探觉结果下来后, 我特意去狱里探望了合径。 看见是我, 她只是靠在椅子上, 麻木地看着我, 眼里没有一丝情绪, 面上也没有任何起伏。 林冉,你赢了? 我摇摇头, 我从来没想过和你比, 你根本不配。 扑哧, 和静冷笑一声。 可是我想和你比啊, 这些年我可一直在关注着你呢, 你学什么, 我学什么, 你在哪工作, 我就去哪。 你以为我为什么勾引为志豪, 还不是因为她老是盯着你? 要不是你一直隐瞒你老公是谁, 她早就被我拿下了。 因为是联姻, 我和傅月结婚的时候, 就没有对外公布过, 婚后更是低调, 在公司里, 我也是宣称老公在国外工作。 你也是挺专一的, 只爱已婚的。 我也不是没赢过你, 崔杭就只喜欢我。 说到崔杭, 他难道忘记了崔杭在法庭上 对他谩骂的样子了吗? 如果不是被司法警察压着, 他甚至想上脚踹飞他。 这些年, 他一直在利用崔杭对他的喜欢, 帮他做各种他不想触碰的坏事。 一边利用, 又一边背叛。 崔杭的爱不是没条件的, 直到他背叛了他, 现在最恨他的, 也是他。 林静 我第一次在多年后, 当着他的面, 叫他原来的名字。 我看到他紧绷着的表情在瓦解。 我记得一开始的林静, 也只是个爱吃糖, 想留长发的小女孩。 我当初刚到福利院的时候, 是你端来热水替我洗脸的。 即使后来你一直欺负我, 我也从没有恨过你, 就因为那盆热水。 可是现在你伤害到我的家人了, 你已经不配得到任何怜悯。 出狱后, 好好做人, 别让我再看到你了。 因为之前的事, 傅月说什么也不肯让我再去公司上班。 两个月后, 我收到公司的打款。 是何静这些年吞掉的, 原本都属于我的奖金。 有小一百万。 我联系到一个专门帮助父母找孩子的寻亲网站, 把所有钱以我爸妈的名义捐过去。 傅月知道后, 又以我的名义加捐一百万。 我也终于赶在女儿提出想放风筝时, 应声允许。 风筝没错, 放风筝的孩子也不应该被定在原地。 我和女儿道歉, 关于我把她的风筝丢掉这件事。 傅月知道这件事后, 从家里的杂货间翻出那个风筝。 我一瞬间诧异, 接过风筝, 问她怎么回事。 你扔掉那天, 我偷偷去捡回来了。 希望你不会怪我, 因为女儿真的很喜欢。 我也一直希望你心结解开那天, 能再去放一次风筝。 这只风筝上面, 还有女儿用马克笔画的我们一家三口, 只是一直放在杂货间里蒙了灰尘。 从傅月手里接过风筝, 我伸手失去上面的泥尘。 那等春天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放风筝。